莫非这就是让人类进化的神秘黑色石板吗 啊我的手机 没想到不只现代人会沉溺于黑镜 尼安德塔人也沉引到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脑中有一套奖赏强化系统 多巴胺回路让我们感受到满足快乐 多巴胺回路可以让我们在吃美食运动 或是努力达成目标时获得正向感受 同样的手机里的合作竞技的目标也可以获得快乐 除此之外游戏还会设计明确详细的目标鼓励玩家 例如每日签到送金币累计签到送大甲 当人生苦闷充满挫折时 从游戏获得的快乐更具吸引力 久而久之其他事情就变得不重要了 2018年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发现 国内青少年玩家游戏成瘾的盛行率约为3.1% 略高于欧美国家的1% 不过也不是爱打game就是成瘾啊 2018年6月底 世界卫生组织将网路游戏障碍症纳入精神疾病分类中 根据定义至少要符合三项并争 1.无节制地持续玩游戏 2.游戏变成生活最优先事项 凌驾于其他兴趣与日常活动 3.即时出现被开除或退学等负面后果 仍然持续投入更多时间玩游戏 呃...赶快删游戏就没有成瘾问题了 太天真了 每天刷社群软体也是一种网路成瘾 你听过马斯洛吗? 呃...需求金字塔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人们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 社交软体上与他人的互动 除了能带来基本的爱与归属感 还能满足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与尊重需求 只要拍个照打个卡 你可以是生活惬意的贵妇 也可以是事业成功的社会人士 我们在网路上成为自己理想的样貌 但也渐渐沉溺在网路带来的成就感与虚荣之中 让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 谁说只有游戏会成瘾呢? 面对后疫情时代 网路将成为生活的命脉 但我们并非要惧怕科技 而是找出正确的使用心态 有自知力的人可以培养新的兴趣 例如学音乐或运动来获得成就感 自知力比较差的朋友 可以设定警示和通知功能 让你成为上网时间管理大师 如果不清楚自己的网路使用习惯 是否需要调整的话 可以借由填达线上量表 判断是否为潜在的网路沉迷族群 若有高度网路沉迷倾向 或是已经影响到客业工作等日常生活的朋友 可以考虑洽询各县市心理卫生中心 或前往提供网路成瘾治疗服务的医疗院所 直接让专业的来 夺回网路的主导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